來 所以大家這個 我看到這個我想到一個 就是說但是半開玩笑 有點諷刺 就是很多人說 這個民進黨看起來 要永續執政 一黨獨大了 台灣以後就是都是民進黨 因為國民黨不行 但你放心 還有民進黨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說國民黨打不動民進黨 不行 不行 不過沒關係 民進黨還有民進黨 沒有國民黨 國民黨太弱了 但民進黨還有一個對手 叫做民進黨 這就是 這就是 陳野派系敗也派系 國民黨不行沒關係 還有民進黨 民進黨自己會對付自己 國民黨絕對行的 現在民進黨都已經取笑我們 你們國民黨爭氣一點 否則我們都快沒鬥志了 現在他們的鬥志都來了 好不好 我就說沒有國民黨沒關係 因為民進黨還有民進黨 他的對手是民進黨 來 這樣子的連結 我想這個是很 很常識的這個 這個政治的一個邏輯 就是剛剛宏廷已經提到 我們這個書前民進黨是跟誰比較友好 跟誰比較友好 來這個2008年民進黨大敗之後 這個蔡總統 主席他就去當秘書長 當中常委 2012年誰跟蔡總統搭檔 蘇家全 2014年蔡總統在任主席的時候 就出任選對會的召集人 然後操盤奪下十三個憲勢手掌 2016年蔡總統 因為好像是要把立法院的位置給蘇家全 所以就勸退了柯建民 你說蘇家全跟誰比較好 當然是跟蔡總統感情不錯 有交情有革命情感 畢竟搭檔過 那我在當當主席的時候 你也全力協助我 我們也是選舉選得很漂亮 兩個有革命情感 我不敢說是英系還是什麼 我不敢說 但起碼是有革命情感的 起碼是有革命情感的 好 現在如果黨內有人 建制蘇家全 那是不是同時間 也把蔡總統當成了對手 這是值得探討的 好大的膽子 總統都敢 因為這一次的事件 把整個蔡英文的人事的布局 確實是有打亂 蘇家全對於蔡英文來說 確實是信得過 而且在上一屆的四年的任期內 蘇家全完全可以執行 民進黨的抑制 幾乎所有的法案 他全部都可以通過 所以是信得過 而且又有能力 去通過任何法案 換言之也就是說 他在民進黨內 對於黨內的各派性 最後要用黨的抑制 或是黨的紀律 要通過法案的時候 基本上都可以做得下來 那也就是 對於這個蔡英文來說的話 蘇家全確實很重要 所以他在連任之後的秘書長 你就可以知道 蘇家全是有被佈局的 也就是說有考慮到下一步 那更大的位置 或是更重要的位置 因為對於總統來說 現在的總統來講 有兩個位置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自己的人 第一個就是國安會的秘書長 因為現在的國安會的秘書長 以我們現在的總統 把這個國防 外交 兩岸 安全都抓在手中的時候 國安會的秘書長在現在的時刻 他比以前都更為重要 尤其是目前 中美的關係緊張的時候 要掌控 了解所有的局勢 那安全非常重要 所以國安會的秘書長 一直都是總統很信任的 不管是以前的吳釗燮也好 或是李大偉也好 都是很信任的 現在是由金管會的 顧立雄來接任 所以是可靠的 可信任的 來掌握國安會秘書長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位置 就是總統府的秘書長 上一次就是在九合一選敗以後 為了要在2020年贏 就把陳菊 一個民進黨內 這麼大姐大的 這個分量的人 把他請到總統府來 來協助蔡英文 他也確實立下汗毛的功勞 幫民進黨 那麼保留住他的政權 也就是說 秘書長的位置很重要 又要信得過 好 現在蘇嘉全是信得過的 下來了 怎麼辦 李大偉確實是信得過 現在很明顯的 李大偉沒有黨內的派系 因為他不是民進黨的 就是不知道誰信得過 乾脆找一個信不過也無所謂的 就是李大偉 不會 李大偉已經經過考驗了 信不過怎麼樣 李大偉不是誰的人 信不過也無所謂 算了 對 因為李大偉也已經經過考驗了 所以是 對 跟大家都無所謂 對 可以信得過了 但是沒有派系的話 其實各派系反而也就死心了 因為反正就是這個位置 下一次再輪掉 或是要誰來用的時候 起碼不要又把這個給了 哪一個派系的人 那其他繼續弄 對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會考慮到 那海積會的董事長是誰 因為兩岸的關係 那要找誰來破 好久沒聽到這個單位了 對 還在 還在 海積會還在是不是 還在 以為沒了 還在 還在 我們大指那邊 沒有工作做了 所以你就可以李大偉 其實在當海積會董事長 他還滿開心的 因為都不少在 對 就是你講的 因為他好不容易 有這麼的時間 可以讓他自己喘一口氣 悠閒 所以他會遲疑了一下 就是現在這麼悠閒 但又不錯的工作 又要去換回到府裡面 對 整個位置大家都搶著 大家在那邊 而問題就在於 一個在民進黨內 不是民進黨派系的人 他要搶任何位置也搶不到 他也不要去想 如果今天我是李大偉 我不敢幻想 因為都是狼 我如果想到行政院院長我慘 我如果想到別的位置 我可能更慘 我如果再想往上再升 選總統 副總統 我慘之又慘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位置基本上來講 就是一個苦差事 但是問題就在於 行政院院長跟立法院院長 一定要考慮拍戲的問題了 現在對於蔡總統來說 他最難的地方是在於 因為我們之前都有傳說 就是說蘇嘉全擺這個位置 是跟小蘇大蘇之爭 彼此之間是有競爭的 所以我們本來的估算 就是說是不是在年底 了不起到過年前 可能會有一些大的變化 我們本來在媒體圈 都在做沙盤推演 都有這樣一個 現在看起來蘇嘉全已經遲遲了 也就休息一段時間 短時間內 那就沒有人去挑戰大蘇了 這個大蘇我想在這段時間 他應該也鬆了一口氣了 因為可能會挑戰他的那個人 已經沒指望了 短時間沒指望了 所以他應該也可以快樂一點 開心一點 既然快樂一點 開心一點 那麼就對於你的各個同仁 那麼就好一點 然後對於很多政務 就寬一點 不要太嚴苛 有時候嚴苛 人家會叫酷吏 但是不要當酷吏 要當一個有宅心仍厚的人 不過這個跟他的性格 應該是可以調整的 問一下軍營委員 究竟是蔡總統想重新樹立權威 比較有可能 還是蔡總覺得說 那就好啦 大家好就好 別再打了 別再打了 找一個李大維來 那種可能性比較高 應該是第二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 也就是說大家不要再吵了 大概就是說 也不是什麼交心 就是跟派系說可以駐守了 那打蘇加犬確實 確實有派系的考慮 不只是2022 不只 2024 2024大概蘇加犬要選總統的機會 也不大 不過他挺誰 會影響到整個局 因為畢竟他跟小英的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我現在一直搞不懂 就是說你鬥掉蘇加犬 那小英心裡面的感覺是怎麼樣 這是你最大最大的愛將 他是一個一直以來都是小英的 相當重要的一個口代理的王牌 我 當初2012年的時候找不到副手 找不到副手 他 口袋是 還有一個 總統非常信任 你說行政院長在蘇貞昌之後 總要有人去繼任 他也是 他也是相當重要的一支王牌 沒錯 現在出狀況來 然後小英情何以堪 小英未來 他可信任的 不是說我擺一個位置裡面不要吵 而是我要執行我的意志 消掉了蘇加犬 也削弱了小英 所以你這個標下得很好 黑手舞劍意在小英 沒有錯 沒有錯 那誰會對小英 有那個劍指小英的必要的人 是誰 當然不會是要選先制首長才 一定是要選 就是2024的 所以2024的局已經啟動了 我是覺得確實是太早 你這個不把小英放在眼裡 你們超前部署 你們最會 人士 要我是小英的話 我一定會氣到 小英是沒有鬍子 要不然天天在那邊跳 鬍子在那邊吹 氣死 我第二任才剛開始 你們就在弄2024 這什麼意思 現在果爛當前 又是疫情 又是中國的軍演 又是國際的 所以你們這個是什麼意思 現在這麼多券 對不對 什麼意思 所以我是覺得 確實是第二個可能 希望派系 但是緊接著第二步是什麼 小英大概會開始展現他 希望你們不要怎麼樣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他會跳到第一線的領導 他現在是黨的主席 他現在會不會直接跳到前面來 我就指揮整個行政院的運作 行政院有人不會讓他指揮的嗎 總統講話 我想這個院長跟各部會 大概都會尊重 會尊重 除非你小英願意繼續幹這個 被打的 或是說被認為說你根本就是 被架空 利用不出總統府的一個總統 你願意幹這個樣的總統嗎 洪恒珠 我們蘇嘉全的夫人 他事實上正式也跟著蘇嘉全這麼久 也看得懂 也可以秀得出來 秀得出來 他最關心的當然是屏東 他們的香火延續 我跟你講 那個鬥掉他們的機會的人 可能也不會那麼順遂 以洪恒珠的戰鬥意志 他之前 不要黨籍都要選立委 一定會反擊 這個就是民進黨內部的問題 國民黨樂見 我們能不能避免 也避免不了 所以你一殺都太明白了 民進黨的內鬥 是民進黨歷史的每一個階段 都可以看得到的 對 所以國民黨要選 恐怕也選不來 我們沒有像你們這麼陰險 我們內鬥出英雄 不是 陳水扁當初 以民進黨內部的規定 是不能選總統 對不對 鬥到最後你看多少人走路 許新良也走路 我們這個失明等也走路 都是偽說 其實這個制度大亂了 這個民進黨還像民進黨嗎 就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 民進黨的歷史就這樣 這是出蕭雄 不是英雄 蕭雄也是可以 都可以 就是雄 反正就是一方之霸 或者說那個時代的一個掌權者 就這個樣子 所以2022 2024 絕對不是一個平靜的過程 對民進黨來講 但是我們的對手 好像怪怪的 我們對手就有上面 所以現在更加強了我們 在黨內能夠獲取那個位置的話 那簡直就是初選 好像就贏了 就等同大選 過初選等於過大選 所以你國民黨不加油 就變成民進黨內鬥 確實是會比較激烈 這叫做民進黨內鬥出英雄 出蕭雄 國民黨內鬥也是雄 有夠雄 有夠雄 就打自己的人很雄 然後就出來打上去 什麼雄 軟一點 我才能做那 grinder met友 請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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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